欢迎收看《湾区直送》 我是陈家碧 最近《港区国安法》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而美国商务部更加宣布要撤销本港的特殊待遇 但暂时就未涉及到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特首林郑月娥就认为对本港不会有太大影响 外交部也回应说中国不是客大的 那和美国有生意来往的商家又怎么看 美国商务部宣布撤销香港特殊地位 暂停执行优惠待遇规定 停止对香港出口国防设备和均民两用的科技 中华厂商会指 如果政策实施之后 影响到电子零件和通讯设备的供应 就需要寻找替代品 但也有业界人士说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 有部分商家已经逐渐进口美国以外的零件 相信影响轻微 我相信现在依赖美国的仍然是有 仍然是有 但比例上同 在两年前 应该起码减少百分之五十二十 我相信最影响可能是一些 比较敏感 只是美国有的一些产品 高精密度的测试 是在美国 它走得会比较早的 按统计处公布 4月份本港向美国进口产品 分类为电动机械和电信设备 货值合共有63亿港元 占美国出口至本港货物的三成八 大占本港进口总值 少于百分之二 另外彭博指 美国计划禁止金融机构 向有份参与实施港区国安法的中国官员 提供账户服务 预计中国多家大银行里面 约8万5千亿港元的资金面临风险 如果违反 银行会有机会受到巨额罚款 在港区国安法讨论得如火如荼之際 银行宣布开展跨境理财通的试点 容许大湾区和港澳居民 可以透过银行买跨境理财产品 在这个时候推出 不少分析就认为 与市场忧虑国安法动摇本港 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关 所以中央才提前送礼 那这份大礼香港人就爱不喜欢呢 没有信心 对港大不会 自己都不太信得 不是很熟悉那边的监管 因为大陆的法制 所有东西都不可以保障到 所有的投资者 对这方面没有太大的信心 暂时不会考虑 粤港澳大湾区将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 允许大湾区的内地和香港居民 以南下和北上的形式 相向投资两地的理财产品 部分市民表示对内地金融市场监管感到担忧 所以兴趣不大 有立法会议员表示 理解市民的忧虑 但认为跨境理财通日后会采用 属地原则的管理办法 实际上有利北上投资散户的利益 属地原则的意思就是 你在哪里买当地的理财产品 你就用那里的法规 三地的理财通产品都是沿用这个概念 我觉得是一个合适的安排 内地对投资者 零售投资者的保障 是相当好的 很多时候 有时一些理财产品 如果出了事 尽量都是以希望令到零售投资者 不蒙受大的损失为原则 有时反而那个银行 或者金融机构 要承受相当的责任 理财通讨论多时 直到审议港区国安法之制 突然推出 但是没有启动时间和实施细则 陈振英认为是要给市场信心 但时间上因为很巧合 又刚刚遇着国安法立法 但是它的细节其实是未出来的 我想它只是想告诉大家 就是希望可以令香港的金融市场 做到可以扩大 亦都可以和大湾区有更好的融合 这个信息是很清晰的 亦都给香港的一个金融市场 一个真的刺激或者强心针 他又相信推出初期 香港的理财产品会更受欢迎 希望首阶段以低风险理财产品为主 令两地投资者熟悉市场 随着港区国安法的出现 令中美博弈在这个阶段的焦点 由贸易转移到香港 特首就说不怕美国制裁 是否因为有理财通 中概股回归可以背靠祖国呢 这种改变对香港又是好还是坏 今集说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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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